生肖蛇一生运程解析,古时候的家庭很多都是重男轻女的,也讲究门当户对,但是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文明与进步,这种封建思想大部分人已经改观,对于生男还是生女都无所谓,只要孩子平安就行,不过还是会有部分的家庭还是重男轻女的,以男者为尊,骨子里你就是家庭之外的二等人。 医生肖学来说,大部分鼠蛇女都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,鼠蛇女你的付出会被原生家庭视为理所当然,不管你做什么都很难得到尊重和肯定。 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,无论你是娶这家的女儿,还是嫁给这家的儿子,婚姻生活都不会太幸福的,这也是很多鼠蛇女在年少的时候命苦的原因。 当鼠蛇女结婚了,也只有脱离原生家庭之后,日子才会慢慢好起来,不过生肖蛇对另一半要求很高吗? 一般来说,生肖蛇的人对另一半有很高的要求,但他们的另一半通常不能够统统满足。 当年少的鼠蛇女外貌出众,气质非凡,才华横溢,还善解人意,又具有很强的上进心,在不断努力之下,更显得鼠蛇女优雅高贵。 这让很多人对生肖蛇女一见倾心,可惜的是,鼠蛇女他们却很好追,他们对自己好的人没有抵抗力,很快便会掉入婚姻的殿堂之中,但当他们在婚后却又是付出最大的那一方,却得不到相应的报答与感激,这也是鼠蛇女第二大命苦的原因。 而且生肖蛇的另一半脾气通常比较火爆直率,遇上生肖蛇的温文尔雅,两个人会处于一冷一热的情况,不能很体谅生肖蛇的心情,这让生肖蛇在婚姻生活中不能处于很放心很安心的状态,长次以往会让生肖蛇对另一半产生猜疑的状况,不过鼠蛇人也有讨人喜的一面。 其实鼠蛇人最美的一面就是他的低调,谦虚谨慎,不喜欢浮夸的性格。 鼠蛇人总是对自己严谨苛刻,追求完美,具有强烈的责任心,做事一丝不苟,他这种谨慎的做事方法,在单人处事上是很受欢迎的。 就算鼠蛇人们收到再大的赞美和表扬,都不会自我膨胀,骄傲过头。 鼠蛇的女孩子更是倾诉的好对象,她总能以理性温和的态度常扮演一个聆听者的角色,只是很少有人听她们的心酸罢了。 生肖蛇一生中,一直到晚年才会迎来最牛的日子。 生肖蛇夫分,会在50岁以后迎来高峰,明年2024年也是鼠蛇人走好运,运失望,才气望的日子。 鼠蛇的人,处事豪放机敏,龙年运势上上千,偏财发达财甘万,晚年有房有车有储蓄,总而言之,鼠蛇的人运势上,2024年会有大的改善,无论是财气上还是个人魅力都有一定的提高。 还在工作上的生肖蛇,主要会表现出脱俗的工作能力,不但使事业业务流程可以在工作中解决得更好。 好运气也能让大脑非常灵便,打工的鼠蛇人还能给领导出示许多新的念头,进而得到领导的器重和鼎力相助。 做买卖的生肖蛇,2024年也是有大财,总之,少年辛苦的鼠蛇人,会在晚年生活富裕,明年就是鼠蛇人大好的时期,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极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我听说,在这个世上,劝谏的人是有福之人,而谄媚鳄鱼之辈皆是贼人。 人如果听奉承的好话,那就是愚钝。 要知道,祸患不会轻易到来,福气也不会白白来到你身边。 无论是福气也好,还是祸患也罢,都不会随意出现。 任何出现的事物,都有他们必然的道理。 比如说,一个人专做坏事,那他就不要想着有福气的庇佑的。 因为再多的福气也无法改变他作恶多端的事实。 比如说,一个人毫无品德,总是不守规则,那他就只能接受祸患。 要知道,不守规则的人最终都会被规则所吞噬。 曾世强教授认为,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。 有些人能够一生安好,那是他善心善意的结果。 有些人能够安康幸福,那是他循规蹈矩的结果。 有些人能够家庭幸福,那是他懂得妥协的结果。 人若命好,祸患尽散。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,是有八九都有以下四种能力。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,通常懂得不管闲事。 有倒是个人自扫门前学,休管他人瓦上霜。 年少之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,总认为这番话还是自私了一点。 可是,当今时今日在读这番话的时候,却认为他道出了这世间的真相。 别人家的血,我们没必要扫。 哪怕我们多管闲事扫了,也不见得别人会感谢我们。 更何况,这是一个欺负老实人的世道。 我们越多管闲事,那后半生就越倒霉。 很多人都会疑惑,为什么我那么善良,却总是被人欺负呢? 有些人成为了老好人,那他们就得承担让善良泛滥的结果。 有些人成为了软绵羊,那他们就得面临被人针对的问题。 有句话说得很好,不该管的事如果管了,影响的就不仅是自己那么简单了。 有些事会祸及家人朋友,有些事会影响未来的发展。 这个时候,我们唯有不管闲事,方能远离祸患。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,通常能够喜怒不形于色。 三国志终有言,喜怒不形于色,好物不言于表,悲欢不意于面,生死不从于天。 人在江湖打拼,就不能把喜怒哀乐展现在脸面上,更不能把喜好厌恶抒发于言语中。 唯有管控住自己的情绪,我们才能保全自己。 对于喜怒不形于色的行为,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城府极深的人的做法,是伪君子的体现。 其实,这样的观念是不正确的。 人过分直白,不懂得保护自己,那我们就容易被人算计,招惹来不必要的小人。 为什么小人会来到我们的身边? 就是因为我们藏不住情绪,容易把内心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脸上。 这,才是最要命的行为。 控制自己的情绪,隐藏自己真实一面,这并非是为了算计别人,而是为了提防那些觊觎我们的小人。 所谓人无伤虎翼,虎有害人心。 提高警惕的心理,那才是做人的智慧所在。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,通常不会走极端。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中,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走极端,更容易感情用事,过分情绪化。 这种行为,终究会害惨了自己。 一个年轻的职员,总喜欢抱怨上司的不好,认为上司在利用员工。 后来,上司知道了这件事后,只说了一句话,你觉得我在利用你,那你可以离开。 别被情绪影响了心智,也不要过分走极端。 试想,走极端之后,不仅不能解决问题,更会影响当下的情况,又何必这么做呢? 有康庄大道不走,非要走独木桥,这才是人之不幸。 所谓淡然如风轻拂面,暴怒如火中灼身。 你的淡然,就像是春风一般轻抚他人的脸面,达到你好我也好的境界。 而你的暴躁,则会像火焰一般,既烧灼了别人,也伤害了自己。 总的来说,避免走极端,才是人之成熟的体现。 能够远离祸事的人,通常能做到顺势而行。 有国学大师认为,天下之道,莫过于顺势而行。 顺应时代的发展,顺应历史的发展,顺应生活的轨迹,顺应人生的轨迹,顺应市场的规则,顺应自然的规则,那才是王道所在。 就连孙中山先生也认为,天下大势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 人,终究不能违逆现实,而只能接受现实。 无论我们有着多强大的能力,有着多雄厚的财富,那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。 有些人通过互联网成为了富豪,有些人通过电商发家致富,有些人通过紧跟时代潮流而捞到低筒金。 这,就是人对于时代随机应变的结果。 对于未来,我们要敬畏。 对于现实,我们要尊重。 对于过往,我们要愿赌服输。 唯有顺着大势向前,我们方能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闯出生路,奔向不远处的心之彼岸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